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也曾经有一班失明的钢琴挑音师呢 现年51岁的Ibrahim Karim 是我国其中一名失明钢琴挑音师 也是目前最后一名失明钢琴挑音师 如今的他一天所调音的钢琴可达到五价之多 从事调音师32个年逃的他年纪也不轻了 所以他有考虑引退到大马盲人协会交调琴 或者收几个徒儿将自己的功夫传授给他们 然而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这一行不感兴趣 回顾他年轻的时候 虽然失明人士的就业范围十分有限 但刚刚高中毕业的他 还是抱持着对音乐的热忱 不顾一切地讨入钢琴挑音师 这个稍微冷门的职业 他当时有机器人 所以是检验师 或者是抹击 所以这三个三个我还没有兴趣 所以我当时是兴趣音乐 兴趣音乐 所以我们玩弹幕 兴趣音乐 如果我们比较他跟 像检验师或训练 他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兴趣音乐 最后我们兴趣音乐 所以我们也在耳朵的音乐 和音乐 其实完全不同 钢琴挑音师的薪水虽然可观 但要成为一名钢琴挑音师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他们所经历的颜柯培训 也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我学习两年之后跟企业 因为企业的企业 是企业的企业 不过考试只是一个基础而已 其实一名钢琴挑音师之所以出色 靠的是他日积月累的挑音经验 此外他也强调 钢琴挑音师这份工作 非常讲究听力和专注力 所以足够的睡眠是必要的 所谓的钢琴挑音 究竟是挑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钢琴挑音指的就是挑一部钢琴的音准 稳定和延长性 一 speed 我们将来询查一下 如果它们的音符是否正确实 我们将用了一种音符 440 440是一种的一种音符 我们将来设定技术 用这个音符 我们将来用这个音符 selepas itu kita akan gunakan macam tuning hammer 然后 kita akan gunakan macam alat tuning west ini untuk kita dapat frekuensi macam dia punya C saya boleh dengar dia punya pitch so bukan semua piano boleh ikut ini kecuali kalau ini untuk kalau piano yang baru kita akan tengok condition piano kalau piano kita tak boleh ikut kita ikut yang biasa sebab kalau kita ikut kita boleh taliputu sebab apa kan piano di dalam bridge boleh patah sebabnya tension tinggi dia说 钢琴 需要每半年 调一次音 这样才能够 持续让钢琴的音色 保持在良好的水平 此外 dia juga呼吁民众 避免将其他物品 摆在钢琴上 以免影响 钢琴的音色 sometimes macam dia punya lampu boleh vibration ataupun dia punya flower pot boleh vibration kan so nanti dia orang complain dia kata ini piano ada masalah sedangkan itu lampu yang bunyi ke ataupun dia punya apa barang-barang lain yang vibration yang same frequency dia sudah cakap dia sudah cakap dia sudah cakap begitu 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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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h dah 从一出生 一只眼睛 就失明的 Ibrahim Karim 在升上中学的 那一年 就完全失明了 然而 十五年前 他其实有一次重建光明的机会 他们还有一段时间 他们还有一段时间 我说如果我看到 35-36度 我还没有做什么 就像一般 所以现在我没有想到 要看一看 和Ibrahim Karim一同出没的工作伙伴林国元 其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钢琴维修师傅 工作时他就负责Ibrahim办不到的事项 比如开车 打开琴盖等 只是想怎样帮他罢了 他需要什么帮忙 博克对钢琴来讲 他是很稳定的 很有专业的 尤其是调音方便 他很责任 他不会说 钢琴打什么钢琴 就乱来调调 他就是把他专业 一把一个钢琴调好就对了 林国元和Ibrahim Karim 都相信 只要普罗大众 愿意给予师民人士一个机会 很多事都难不倒他们的 他们就需要我们的支撑 给他一个自信 他相信他可以做 他需要钢琴 可以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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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要钢琴 如果要钢琴 要钢琴 要钢琴 都可以钢琴 师民并没有阻止Ibrahim Karim 过着凡人的生活 他到普通学校求学 他申请成为钢琴挑音师 他结婚生子 生活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分别 因为他始终相信 活在黑暗中的自己 也可以为自己的人生 挑出一片光明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 好raph 大家见不 British 好raph � 。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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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